内地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于下月1日起实施 人民网昨天率先发表文章 点名两间在美股挂牌的互联网券商富途及老虎证券 称两间券商在新法下的内地公民 个人讯息出境问题将面临考验 人民网发表题为 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在即 跨境互联网券商何去何从 的文章提到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讯息跨境提供规则 而内地公民的个人讯息出境问题 内地银行卡可直接转账到富途 投资港股和美股将成为提供美股 港股等交易服务的互联网券商将要面临的新考验 文章指 内地监管部门更早于2019年7月发布通知 发现老虎证券 富途等手机应用程式在个人讯息收集使用方面存在问题 且为公开有效联系方式 要求整改 人民网派记者实测富途开户流程为例 指当中涉及填写多项个人资料 包括电邮、最高学历、职业状态、公司名称、职业职位、业务性质、全年收入及总资产净制等 质疑个人信息收集是否安全 文章指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要求 会员要有能力应要求将此类信息提供给FINRA或SEC美国证监工作人员 此外 FINRA的客户账户信息保留期规则中提出 会员应保留任何随后更新的客户账户信息的记录 自此类信息更新之日起至少6年 富途表示 已于2019年8月2日按照监管要求完成所有整改工作 将继续积极配合监管部门 努力并持续做好个人讯息保护工作 老虎证券已称 已于2019年8月17日按要求完成所有工作 高度重视个人讯息保护和数据安全 富途强调会积极配合监管的规定 就2019年APP专项治理工作组提出的整改意见 当时已按照监管要求完成所有整改 又称一直定期自审自查 主动与监管部门保持沟通 加强对个人讯息安全相关管理要求的专业度学习 不断提升对个人讯息安全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并聘请了外部专业的安全团队 定期且持续提供安全检测报告 老虎证券重申 当时已按照要求完成所有整改工作 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在集团内部组织了多轮学习 培训和考核 并聘请了专业律师和外部专家提供相应指导意见 落实到集团各项业务运营中 截至6月底 富途全球注册用户突破1550万 当中有资产客户逾100万 累计资产突破648亿美元 约5032亿港元 今年7月10日 国家网信办发出征求意见稿纸 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 赴国外上市 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